妈妈妈妈我想要那个盒子 灵溪妈妈身体不舒服 待会让佣人来帮你拿好不好啊 不妈不妈我现在就要你给我拿 好啊 老婆老婆 医生我老婆情况怎么样呢 差一点孩子就保住了 但体现早晒现在情况还不危险 妈妈还不错不是不久 灵溪妈妈以后 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险 你干什么 妈妈我我只是想把玩偶送给妹妹 她不需要玩偶 你出去吧 朋友再来了 只要我好好表现 妈妈一定会原谅我 妈妈去听喂侧吃这些 肯定能好起来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啊 我都已经生腻了 你咋玩啊 妈你胃不舒服 喝点粥吧 这些东西看着就没有胃口 沈文锡 你是不是故意想让我吃不进去 妈 我没有 连个诱人都做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 还不如我们家的一条狗呢 春秋 你说什么呢 你们这可是有姐姐的 夫人 明杨 沈兰 这是妈妈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制的礼服 多去试试吧 谢谢妈妈 妈妈 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好看 我女儿穿什么都好看 谢谢妈妈 明杨 你还别说啊 这件礼服确实很适合你 狼儿也很帅嘛 你们两个都是妈妈的骄傲 妈妈 你最好了 妈 那我的礼服呢 没准备你的 你想要不会自己去买吗 好了 走吧 你们都小心眼 这些都是要带到老宅 明天给小姐庆生的 夫人和大上也吩咐了 这次是个惊喜 千万不能让小姐知道 惊喜 原来妈妈和哥哥 不害记得明天是我的生日 他们心里 还是在乎我的 没想到妈妈竟然愿意为我准备 这么圣诞的生日夜 我跟你们说啊 这可是夫人命人 从国外空运回来的生日礼物 你们轻点 生日礼物 啊 啊 你们干什么呢 快点 别耽误时间快点快点 你们 你谁啊 谁让你在这边落报的 不好意思啊 我想找刚才那个人 找人 这是沈小姐的生日聚会 就你这个成龙酸的女人 那叫找什么人 我就是沈家的小姐 沈明熙 今天是我的生日宴 沈明熙 沈小姐 沈小姐是杨杨 而且今天的生日宴啊 大家都有穿高顶礼服 你有吗 你连这礼服都没有 还敢冒充它 你是不是搞错了 沈明熙的生日在明天 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今天当然是沈明熙的生日啊 邝姐你看 那上面写着沈家小姐 沈明熙的生日会 你眼下看不到啊 怎么可能 你装什么装 我可不是这套 还不滚 我没准 邝姐 你们又不是沈家人 你们凭什么赶我走 就你 想跟沈家攀关系 也不撒不撒罩就看看 自己配不配 配不配 不是你说的 敢推我 看我的教训 这就是教训 让你知道自己 要紧紧了 你们在那干什么呢 这个女人一直说自己是沈家小姐 还说是这套宴会的主人 她真的是沈家人 沈明熙把自己搞成这样来参加我的生日 要是我承认了 以后岂不是要被当成笑话 她 我怎么不知道宴会是给她去办的 那 你说什么 原来只是个不受宠的沈家小姐呀 自然不好了 你跟沈明熙小姐 什么的礼物不见了 什么 什么礼物啊 夫人特意为你盯着项链 从大门运过去就不见了 路过这里 敏耀 刚才就是她 魂魄瑟瑟瑟在这里被我抓住 肯定就是她拿的 我没拿 这里就只有你在 除了你还有谁 那不是丢失的项链吗 这就是我给敏耀手的项链 沈明熙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在沈家这么多年 谁叫你手脚这么不干净的 妈 真的不是我拿的 谁电视 电视刚刚撞到我的那个人 放在我身上的 你没拿 他会自己跑到你身上吗 好东西的我撒谎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妈 算了 我有的是礼物 谁要是喜欢 就送给他好了 妈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 妈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什么日子 跟我有关系吗 项链你要喜欢 就自己留着吧 反正我也会给明瑶准备新的 您真的相信是我偷的 像不相信有用吗 项链是从你身上找到的 还要狡辩吗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妈 人我已经抓住了 什么人抓到了 就是送项链的那个人啊 我去查了监控 发现啊 就是运送项链那个员工 坚守自盗 害怕被发现 这才把项链扔到明希包里 妈 是明希他 不用管他 我去查监控 你们怎么会和沈明希 产生冲突 还不是因为 要是直说 可能有眼紧腰的反感 这我以后还不怕进行 反正 沈明瑶最讨厌别人 提起她的设计 不如 因为她说你的设计 都是抄的 说你不如她 你说什么 明希 明希 头像两人已经找到了 真的吗 妈已经知道了 妈已经知道你是被冤枉了 了 走 大哥带你去个地方 大哥 这是 明希 今天呢 是你的生日 这块蛋糕 送给你 谢谢大哥 明希 你喜欢就好 你喜欢就好 喂 妈 明希 那个 马脚过去一趟 你先在这儿等我 嗯 是 什么 你 你 做出这种事情 还有脸在这儿过生日 我做出什么事情 他 你做出什么事情 你做出什么事情 我做出什么事情 小明瑶 你又发什么疯 真可怜 过个生日 连走蛋糕都吃不上 还不如一条狗袋一样 你也太過分 我就過分怎麼了 你今天必須給我登記 你就想去看這個房間 火了 著火了 著火了 啊 啊 我手怎麼壞了 有沒有人 讓我 救命啊 讓我 姐姐 救救我 我不想死 沒事 讓我在 我問你有事呢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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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媽 我還在這兒呢 看来妈妈还是回来救我了 沈明星 你怎么这么狠 竟敢在家里故意纵合 你说 你是不是想害死明瑶 妈 我没有故意纵合 那只是个意外 意外 房间里只有你跟明瑶两个人 蜡烛也是你的 不是你是谁 蜡烛 蜡烛是大哥给我的 大哥可以给我证明 沈兰 蜡烛是你放的 蜡烛是我放的 可是我也没有让它放火呀 你 果然是你要害明瑶 妈 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这么对你 我还没问你呢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对你妹妹下这么狠的手 我没有 妈 就算你不喜欢我 你也不能这样冤枉我 明明不是我放的火 为什么你没粘怀在我身上呢 既然不是你 那你拿出证据来呀 不然阿小姐醒了 明瑶醒了 那我现在就过去 明瑶 你怎么样 身体好点了吗 你还来干什么 姐姐 你不是在养身体吗 你怎么来了 我来证明我的清白 沈明瑶 看在我救你的份上 你告诉他们 客房到底是不是我放的火 我 那烧的可是老宅 绝对不能被妈妈知道 妈 我想不起来了 我当时很害怕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火 你胡说 沈明瑶 你怎么可能不记得 我那么努力的救你 你怎么连证明都不愿意呢 你摘到我烫伤的地方了 妈 你看 可疼了 芸汐 你不要胡闹了好吗 明年后才刚醒 你一来都刺激他 你还不跟你滚出去 等一下 您是沈明瑶小姐吗 是 医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 这是你的检查报告 情况不太好 请您尽快抽时间 我们详细谈谈 急性白血病 我 我还能活多久 只要看您的具体情况 和治疗方案 没事 只要您积极配合治疗 等待骨髓渐重 还是很有机会的 这样吧 您先去办理一个入院手续 我知道了 谢谢 妈 别叫我妈 我受不起 妈 我真的没有害沈明瑶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相信我 你别在这装可怜了 明瑶的手可是要画设计图的 臭了事 你赔得起吗 难道在你心里 就只有沈明瑶一个女儿 我只是想让你一视同仁 难道这也有错吗 一视同仁 明瑶从小就聪明伶俐 乖巧可爱 你呢 既然要让我像孤儿压长的 她当初为什么要追上我 你现在是在怪我了 你以为我想生你吗 妈 我得了白血病 你说什么 我说我得了白血病 白血病 你以为这样说就可以推卸责任了 现在这种装病博同情的戏码 早就已经烂大街了 你最好不要在我面前做这种蠢事 我没装病 我真的得了 喂 明瑶啊 妈妈马上回来 你乖乖的等着啊 回来了就去好好休息吧 妈你当然了 我会去帮你劝她 大哥 你明知道就算你说出真相 妈也不会怪罪你的 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说出来 我之所以不告诉妈 是因为我怕妈更生气 你何必救着不放 你就不能理解解我吗 是 所以 只要妈不是对你们生气 就不算生气什么 盛云西 你不要无理取闹了好吗 妈之所以不喜欢你 还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 如果你能让妈满意 妈会不喜欢你吗 行了 这张支票你拿着 以后这件事 不要再提了 前来 如果我得了绝症 你还会这样对我吗 你还会这样对我吗 你胡说什么呢 你得了病当然要带你去治病了 大哥 你真的愿意相信我 你不会是在装病吧 我劝你最好取消这个念头 家里人可没时间陪着你团团转 我没有 那你有医院的证明吗 那 我的报告证明明明带回来了 怎么不见了 沈明熙 你做戏也要做全套的吧 得命这种事你都敢拿出来开玩笑 大哥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 你对我真好 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 就不能成为你的女儿 只要你能好好这样 这妈妈干什么都行 对了 头还疼吗 有没有想起 你为什么找到我呀 妈 我想不起来了 当时我和姐姐都没注意 应该是那个蜡烛自己烧起来的 想不起来啊 咱就不想了 要真是那个沈明熙放的火 妈妈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的 刘夫人 你女儿的检查报告也丢在医院了 我倒要看看 她到底是不是得了病 我倒要看看 她到底是不是得了病 怎么了 米洋 没事 刚刚不小心碰到了 坐 妈妈给你找药 妈 你看了我的检查报告 谁看你的报告了 我对你不感兴趣 不就是个检查报告吗 你带着装模做药 给谁看呢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行了 别在这打扰明药兴起了 赶紧出去 明小姐 这是您的药 另外 关于治疗费用 我建议您还是尽快筹齐准备手术吧 谢谢医生 我会尽快准备的 并不能拖 沈家完全可以拿得出这笔治疗费用 我建议您还是尽快可家里人商量 这样才能支援出更好的治疗计划 我知道了医生 我今天回去会说的 妈 大哥 妈 大哥 明瑶 你终于出院了 妈 妈妈和哥哥为你准备了庆祝会 就是明瑶 你可是咱们沈家的宝贝 一定得好好庆祝庆祝 谢谢妈妈 谢谢哥哥 走 妈 妈 妈 祝庆小姐顺利出院 谢谢 姐姐 你装着一副可怜的样子做什么 你不就是想要这份礼物吗 那我送你好了 脸的又觉得我们沈家磕带你 明瑶小姐就是太善良 她怎么配得上您的礼物 就是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妈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有什么事呢结束以后再说 我现在没空听你废话 妈 我想和你商量 治疗费的事 宝费 你现在装病都装到要治疗费的地步了吗 宝费你什么意思啊 明瑶刚出院你就在这里添乱 我看你是诚心不想让瑶瑶好过 前吴 子 你别咬 你别鼓仪这个时候的花生气 太有创意了 我们公司非常希望你这样设计师 很期待你公司 谢谢你 我一定会流离工作的 小礼你来一下 好的请稍等一下 沈小姐很抱歉 刚刚通知你的运资格被取消了 为什么 沈家已经放话了 得知你四处应聘 我们得罪不起 你还是这么高就吧 沈家 难道是我妈做的 好 谢谢 妈 你找我 沈明熙 谁让你去这种小公司应聘的 你这是在丢沈家的脸 妈 我只是想靠自己赚钱而已 赚钱 沈家缺你吃饭的钱吗 你背着沈家大小姐的名头 去跟这些下等人抢饭了 你让外人怎么看我们沈家 我只是想自力更生 你以为你是谁啊 沈家养你这么多年 现在想要抹黑沈家 想都别想 从今以后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 别想出去工作 我不允许 妈 我难道靠自己赚钱也有错吗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让你干什么 你就给我干什么 真可怜啊 姐姐 你认清现实吧 何必跟妈妈对着干呢 正好你没事 明天妈妈给我投资的设计展开展 有很多知名设计师赶来 你跟我一起去吧 看到了吗 这些都是我设计的珠宝 只要是被前来的设计师给看到 我以后就前途无量了 是吗 那恭喜你了 哦 对了 看在你之前救过我的面子上 我也让人把你的设计图放在这里了 我的设计图 嗯 这幅设计图虽然还没有做出样品 但已经能看出它的独特和精美 我相信它一定能在市场上大放育才 没错 尤其是这种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 完美融合的思路 真是太出彩了 难道是明尧的作品 被看中了 这幅设计图是谁设计的 这不写着吗 沈明熙啊 沈明熙 刘夫人 听说这次是您为女儿投资的设计展 您女儿的作品真是太出色了 对对对 尤其是这幅作品我们都很感兴趣 不知道您女儿是否愿意和我们合作呢 怎么回事 今天不是我的珠宝展吗 这就是一张设计图啊 你 设计图才更能看出设计师的才华与潜力 难道这位就是沈小姐 不好意思啊 明熙还小 她的设计图啊 只是随便画着玩玩的 难灯大雅之汤 我的身体 这里是明瑶的珠宝展 一张设计图放在这里像什么样子 来人 把东西搬走 不行 沈明熙 我好心带你来我的珠宝展 你就这么报答我 谁也允许你来明瑶的珠宝展上出风头的 封坏把明瑶的大火机会都被毁了 不是我 这幅设计图是沈明瑶放在这里的 滚 你不配出现在这里 沈小姐 你的作品真的很殊色 让我不要放弃啊 我妈不喜欢我抢妹妹的风头 也不会允许我从事设计工作 不过 还是谢谢你 您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 不如就去著名皇后珠宝街外展示作品 在那里不仅容易出名 这几也能卖出好价钱 真的吗 要是能出名卖出去 我的治疗费就不愁了 还能向妈妈证明自己 我这个女儿啊 从小就聪明伶俐 设计天分啊 更是一流 这次啊 她的珠宝设计展 大获成功呢 是吗 那我可要去好好看看 说不定呀 还能挑到几件心仪的珠宝 不过呀 你也不能只腾着一个女儿啊 我昨天路过珠宝街 看见你另一个女儿 居然在摆地摊 哎呀 不知道的呀 还以为你们沈家破产了呢 摆地摊 太好了 没想到我设计的东西 这么多人喜欢 这些东西这么快都卖出去了 这下我的医疗费就着落了 要是让我妈知道了 她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妈 你这是在做什么 妈知道的话 她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 妈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问我做什么 你看看你在做什么 居然在这里摆地摊 把我沈家的脸都丢光了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不准再碰摄计图 也不准在这里摆地摊 给我回家老老实实带着 妈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 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 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做什么你都不喜欢 姐姐 我看你真是失心疯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著名设计师吗 你卖的这些东西 会有人喜欢吗 我只是在卖我自己设计的东西 这根本不是丢人 根本是乞讨 你给我闭嘴 姐姐 你就别这妈妈生气了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给你不就好了 以后这种乞讨的事情 就别再做了 我根本不需要钱 我只是想在这里 卖我自己设计的东西而已 不行 我绝对不允许沈家的女儿 在这里做这么下贱的事情 如果你还想继续在这里摆地摊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从此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妈 你非得这样吗 对 我不允许你再继续丢我们沈家的脸 好 我知道 我会回家 现在就给我回去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沈灵溪 沈灵溪 这些没长眼睛的设计师 难道就看不见民谣吗 都怪他抢了民谣的凤头 不能 省市 可还要和知名的设计师 或者呢 况且大条级和奥亚级 都是设计师 你要高兴 嗨 你跟民谣比 算了 民谣今天过来吃饭 去把沈灵溪叫出来 明溪 你昨天的行为真的很让我失望 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们沈家需要的是有身份 有意味的千金小姐 而不是去摆地摊 我知道 好了 既然回来了 就去休息一下 准备家宴吧 这是 宝贝 明晚是沈家家宴 希望你能穿上妈妈准备的礼服 开开心心参加晚宴 妈妈 还是关心我的是吗 裙子和鞋子都小了一满 但这是妈妈第一次送我礼物 我一定要穿着它去参加家宴 这不是我们沈家的大小姐吗 怎么看起来这么狼狈 可不是吗 听说她最近在天街摆地摊 真是给我们沈家丢脸 大姑你们什么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我没看到你 丢人现眼 自然穿着不合脚的鞋 来参加家宴 你到底又没有把我们这些亲戚 放在眼里 妈 你来了 沈明星你又搞什么鬼 这鞋子跟礼服哪来的 妈 是不是你给我准备的礼裙和鞋子吗 你说什么 这就是你给你女儿准备的礼服 还真是挺合身的 是啊 这一股小的一马 鞋子又明显的不适合 刘夫人可真是心狠的 就让这么虐待自己的亲生女儿 什么虐待 什么新简疯了 谁教你去通拿妹妹的鞋子跟礼服的 我没有啊 这明明是你放到我房间的 怎么能说是我偷拿的呢 你还狡辩 这鞋子跟礼服 明明是我特意给明儿准备的 怎么会在你的房间里出现 准备这个蠢人 怎么会觉得妈妈会送给她的鞋子啊 妈妈给我准备的礼裙都过时了 我才不要穿呢 立即给我备车 我要去商法自己挑礼服 这件礼裙就给她吧 反正妈妈也不会给她准备礼裙了 所以 这是给什么鞋子准备的 不是给她的 难道是给你的吗 真是越来越不笑话 虽然我满心期待的东西 确实沈明耀不要的 沈明耀 这条裙子是你故意给我的 明耀 这是怎么一回事 要是直接说妈妈肯定会生气 我不复她的心意 算了 反正我做过所有的措施都可以推给沈明耀 我刚刚去客厅的时候没有看到什么礼盒 姐姐拿出来了吧 你撒谎 沈明耀你什么意思 我也是受害者 我把礼裙给你我穿什么呀 沈明耀 你自己做的事情就不要再狡辩了 就是 姐姐难道你是想故意陷害我 沈明耀 除了你自己 谁还能随便进入你的房间 不得是你的亲姐姐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沈明耀你别太过分了 明耀是你的妹妹 你自己做的丑事还敢灭她 妈 我和沈明耀都是你亲生的 为什么你只恋心快 我也是你亲的女儿 你闭嘴 你也配跟明耀比 是 我不配 既然你不相信我 我走就是了 沈明耀你干什么呀 你快起来 别管她 又是装的 妈 沈明耀真晕倒了 我们该怎么办 真晕了 打一巴掌就晕 真没用 妈 这怎么回事啊 明耀怎么会突然晕倒啊 谁让她那么弱 蹬不动就晕 我们就多说了几句 她自己晕倒的刚刚 妈 明耀这鼻子止不住了 然后我们送她去医院看看吧 难道沈明耀 你真得了什么病 她有那么娇气吗 流点鼻血就送医院 那还不把她灌坏了 是啊 现在大半夜的 医院又离得这么远 要不我们直接回家 捅私人医生吧 既然沈赞人都不在乎 那我还是收拾收拾东西 离开沈赞人 明耀 你醒了 你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啊 姐姐 你可担心死我了 都是我不好 妈 米耀 你们 姐姐 之前都是我不懂事 总是记住你 你能原谅我吗 以前都是妈妈不好 没有多关心你 以后 妈妈一定会多陪陪你的 原来这就是被妈妈拥抱的感觉 我该不是在做梦吧 小孩子 你这是在干什么 是啊姐姐 这怎么可能是做梦呢 我们真的很担心你 想弥补你啊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呀 你是我的女儿 我怎么可能自爱你呢 大哥 我晕倒之后 是发生什么了吗 没什么 妈找孙明医生 过来给你看看 哦 原来是知道了我的病情 妈妈和妹妹 终于愿意关心我了 姐姐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我们真的想补偿你 灵溪啊 这前面我给你准备礼服 妈妈特意去买了一件 穿上它 跟妈妈一起去吃个饭吧 好 妈 米耀 谢谢你们 我真的好感动 妈妈 姐姐她会同意那件事情吗 怕什么 等她去了 就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妈 这位是 看到你之前 那么想找工作 妈妈特意为你找来了陈总 真的吗 妈 你愿意让我出去工作了 当然愿意了 妈妈也想看到你独立真长的一面吗 沈小姐 天生丽质啊 穿什么都好看 这件衣服 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谢谢陈总挂枪 陈总 你满意就好 那我们的合作 当然没问题 不过 在此之前嘛 我们还是 给喝上几杯 妈 陈总啊 是咱们公司未来最大的同事商 你敬她几杯酒 也是应该的 可是我 姐姐你就和陈总喝几杯 又不会掉块肉 陈总 我敬你一杯 希望我合作愉快 哈哈哈哈 陈小姐真是爽快人呐 陈某人 就是要和爽快的人合作 陈总 亲密自重 你贱人 要不是你妹妹不承诺对我 你以为老子会开上你吗 陈总 你别生气 你做她不懂事 我来教她 妈 你还不快跟陈总道歉 妈 她刚才说的话什么那番 你们到底背着我做了些什么事情 什么意思 当然是替你妹妹嫁给我了 不然我们两家的合作 就面谈吧 什么 下给你 我说 当然了 你妹妹不愿意嫁给我 当然是你嫁给我了 那我不是也没办法吗 就忍心看我嫁给陈总吗 你帮帮我吧 陈米瑶 你怎么能有脸说出这种话的 我以为你们对我好 是因为你们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知道 亏我们对你这么好 你连个联姻都不愿意 所以你们之前对我的好 都只是为了利用我 你发什么疯了 你在沈家想了那么多年的福 为了沈家 你现在不讲自己又怎么了 对 我就是发疯了 我早就应该开清楚 你们两个人真面目 你这说的是什么呀 我做这些 可都是为了你好 是啊姐姐 沈家现在继续否则 只有你嫁给陈总才行 难道你就是这样看着沈家衰落吗 衰落 是 沈家衰落 舍不得牺牲你 我这活该被活坏黑山吗 不然 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 沈明希不嫁给我 那就是沈明瑶嫁给我了 哎不行 明瑶她还小 还有大好的人生要过 不能就这么随便嫁 对 我还小 让姐姐嫁吧 我又不是慈善家 我希望你们快点把这件事 理解好 要不然我们合作的事 就不要谈了 妈 怎么办呀我不想嫁 放心吧 妈妈不会让你嫁给她 看来 我们得令说所断 妈 这样不太好吗 要怪就归她跟那个男人长出来一样了 如果不是她 我们怎么会做到今天这种事 能跟陈总联姻 也是她沈明希的夫妻 明天她醒来 会感谢我的 哪个男人 可是姐姐她 不让她去 那陈总就会缠着你 你敢嫁不去吗 我不想 那就别管她了 你走吧 做的不错 钱已经给你打过去了 今天 我一定要看到她们生女煮成熟饭 啊 陈总 你这是干什么 李小姐 现在可由不得你了 什么意思啊 救命 啊 放开我 快 啊 李小姐 我看你还是疯了吧 不要你跟着我 我保证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你别过来 陈总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 哈哈哈 报警 你就不想想是谁把你送到了我的床上 不是你意思 哈哈哈 啊 放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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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人 贱人敢打老子 我 大哥 你来救我 你什么意思 你们沈家不想要投资了吗 陈总 这酒店人多口罚 您做出这种事 实在是有损沈家和陈家的两面 那又怎么样 你不要忘了 是你们沈家来求着我投资 不是我求着你们 陈总 陈总 那你也不想这件事被传出去 有损沈家的生命 好 那就再给你们三天时间 找一个女儿来和我联姻 要不然投资的事儿 你们沈家就别想了 你们沈家就别想了 大哥 我晕倒之后 私人医生真的来过吗 他有没有说什么 私人医生说你受了刺激之后就晕倒了 什么 那他有没有查出我 他们通知我陈总走了 你们为什么不留下 这样我的计划 不就跑到了吗 就是 大哥 那我们沈氏集团的投资怎么办 妈 我被迷玉送到酒店 是你们做的 是我又怎么样 我这么做 是为了你好 也是为了沈家好 妈 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把我当做什么了 可以随便送给别人的商品吗 你给我闭嘴 够我 这件事儿到此为止 大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 沈氏集团到头来都是你的 你难道就不想拿到投资吗 妈 我们沈家 要是以这种方式得到投资 那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接受沈氏啊 那就让水明熙 不说出去 我就行了 明熙 既然这样 你就牺牲一下自己 和陈总联名吧 大哥 难道你救我 也是为了维护沈家的脸面 女士 现在沈家 真的很需要陈总的投资 你就别任性了行吗 好 那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 你们确定陈总 会想要娶一个快逼死的女人吗 一个快逼死的女人吗 白雪病 这怎么可能 这我选择怎么可能 突然得病了 怎么会这么巧 现在去医院 重新做检查 一定是骗了 妈 陈总要是取一个快病死你呢 整个沈家都会被连累 你们还敢让我嫁过去吗 沈小姐的病确实是急性发生的病 需要立刻接受治疗 怎么会这样 医生 怎么可能会是这样 一定是那么错的 麻烦你重新检查一下 刘女士 我已经确认过了 沈小姐的病已经开始恶化 最好尽快找人进行手术 你们几个 所以她的家属 都赶快去配个刑 好了 既然是真病 那我们就都去配个刑吧 只要能配刑成功 灵溪就能救了 配刑成功又有什么用 反正我赞你一个人 也就是一个联姻工具 现在这么心心做他还有什么用 灵溪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病 不就是一个小病吗 等我配完刑之后 跟你卷不就是 沈小姐 您的配刑成功了 您愿意为沈明熙小姐 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吗 当然可以 喂 你家找到配刑的骨髓了吗 现在居然骨髓这么痛 还有后遗症 睡觉也卷啊 卷骨髓很痛 还有后遗症 明瑶 你怎么了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大哥 捐骨髓很痛 还有后遗症 我不要捐了 你为了不要把我和沈明熙骨髓匹配的事情说出去啊 可是明熙她需要你的骨髓来救命 明瑶 你不能这么自私 可是捐骨髓会得后遗症啊 反正我们沈家有钱 找个别人也等得起 明瑶 你跟骨髓匹配上了吗 没有 我和大哥的骨髓和姐姐都不匹配 你确定不匹配 那为什么刚才医生跟我说 我们的骨髓完全匹配 我怎么知道 不想捐可以不捐 没有必要说 不匹配来评 本来就不匹配 是你自己听错了吧 好啊 那你把匹配报告给我看看 明熙 医院的检查报告出了 明瑶的骨髓呢 确实和你不匹配 怎么可能不匹配 沈明瑶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难道明瑶会故意骗你吗 难道我就会故意污蔑她吗 既然医生说匹配 结果却不匹配 我们就再去吻一次 够了沈明熙 这里是医院 这么多人呢 你这样拉拉扯扯的 成什么样子了 怎么 心虚了 明熙 认识 医生都说明瑶的骨髓跟你的 根本就不匹配 报告已经在这了 你还在怀疑什么 我看你就是自己得了病 见不得明瑶好 你不用紧张 我不会让沈明瑶给我捐骨髓的 不过 既然你们也没有把我当作一家人 那我也没必要留在沈家 你什么意思 因为这点小事就要离家出走吗 是啊姐姐 你现在得病了 你现在离开沈家 谁还花钱给你治病啊 你们连几篇报告都不愿意给我看 那怎么可能真心给我治病呢 看她真是翅膀 沈啊 把她的所有银行卡都给我停掉 我看看你跟人家外面怎么活 没想到妈又这么迫不及待 不愿意我都用沈家一分钱 沈明希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愿意假装没病 继续跟陈总约会拖延时间 你的医疗费跟手术费 我们沈家都会帮忙 不用了 沈家的钱会拿不起 都这时候了 你还抓什么抓吗 明希 明希 之前 是大哥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也不知道 你得了这么严重的病 这个房子你收下 算是大哥给你一点补偿 你不会影响学妈和绵羊 对我好一点 早让我去跟陈总联姻吧 明希 明希 明希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现在你和妈关系闹得这么僵 我是害怕你无处可去 明希 你放心 以后我对你和明瑶 一定会一视同仁的 也会帮你找到合适的骨髓 这个房子你就收下吧 没想到 整个沈家 最后只有你关心 谢谢 终于离开沈家 可以安心养病了 为了这次全球珠宝世纪大赛 我准备了整整两年不能因为生病 就轻易放弃比赛 都怪这个沈明希 白眼狼 不就是白血病吗 连个帮忙都不愿意 害得沈氏被全面撤资 妈 那怎么办 我们沈家彻底破产了吗 以后要过穷日子了 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一个月后 有场文明全球的珠宝设计大赛 只要你的作品能得奖 就会吸引到投资 能让沈氏再创辉煌 我 当然是你 明瑶 你可是得过很多大奖的 妈妈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 妈妈现在就去给你报名 这设计图我都画了无数遍了 为什么还是一点灵感都没有 如果这次比赛 拿不到奖的话 我们沈家就彻底完了 妈妈也会对我失望的 沈明希 你害得沈家彻底被撤资 你来干什么 我只是来拿我没搬走的东西而已 你急什么 这是 喂 比赛时间提前 是的 沈小姐 这次比赛方式将展示所有的设计图 并由评委现场投票选出最后的冠军 好 谢谢 谢谢 明瑶 这次设计大赛的时间提前到了一周后 妈妈为你请来了专业的老师指导 你准备好了吗 提前 我还没有灵感呢 没关系沈小姐 你可以把最近的设计图给我看看吗 好 沈小姐 你的设计图很精美 但缺乏创新 而且风格重复 是在比赛中很难脱颖而出呀 那我该怎么办 老师 你一定要帮帮明瑶 只要能得奖 钱不是问题 这张设计图是沈小姐画的吗 风格独特 很有创新 按照这思路 肯定能获得假象 这张设计图 当然是明瑶的了 明瑶 这次设计大赛 你只要把这张草稿完善 咱们就一定能得奖 没错 只要按照这风格和思路 这次冠军肯定是沈小姐的 好 我一定完成这张设计图 这设计图跟我画的完全不同 我怎么完善啊 明瑶 听说 你在为设计图的事先集啊 怎么了 还不是珠宝大赛的事情 哥哥 你可以帮帮我 这设计比赛的事 我能怎么帮你啊 如果拿不到大奖 我们沈家就彻底完了 但是专业老师说 只有沈明希才能拿到奖 她怎么会看到明希的设计图 你就别管这些了 你帮我把沈明希的设计图 拿到去就好了 明瑶 这么做 对明希太不公平了 我不也是为了沈家好吗 再说了 沈明希她得病了 她拿奖也没有什么用 还不如把机会让给我 我保证 拿到奖之后 我总是帮沈家拉到更多的投资 为了这次设计比赛 我准备了这么久 一定能拿到冠军 不明吗 嗯 来提一下报名表 好 对不起了明希 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沈家 没办法衣服再补偿你吧 大哥 你怎么在这 明希啊 我正好来这边办点事情 哎 你身体怎么样 好些了吗 我挺好的 啊那就好 哦平选快开始了 那我先过去了 好 沈明希 这里是全球珠宝设计大赛 你怎么会在这 我是参赛者 为什么不能来 参赛 从来都没有人教过你怎么设计珠宝 你有什么资格参赛 我有没有资格 只靠嘴说了算 装我作样 别以为随便画两笔 就能当设计设计 到此后连入围都困难 丢的可是我们沈家的脸 妈 我知道你们心里 只有沈明瑶赢 但是我会有循環证明 我从来都不给沈明瑶赢 好啊 那我就看你怎么证明 本次获奖冠军是 沈明瑶小姐 明瑶获奖了 太好了 你知道我的试试 真的落血了 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沈明瑶小姐的设计 你 是不是我的设计图吗 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我要让他们换回来 沈明瑶 你干什么 这是明瑶的设计 你不要在这里捣乱 这明明是我亲手设计的 什么时候变成沈明瑶的了 什么你的 这是明瑶的 就凭你也配跟明瑶争冠军 我 妈 怎么能说这种话 是谁跟我说要证明自己的 难道就是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把明瑶的作品 降为己有 明瑶 真棒 你是我们沈家的骄傲 我帮我接人 只想把别人的作品 占回己有 我占有他的作品 是你自己听给我问我的 这设计到底是谁的 当然是我的了 姐姐你别在这儿胡说了 就是明瑶 你别胡闹 这明瑶都已经获奖了 要接受现实吧 我接受现实 大哥 是你在我刚刚 天线报名表的时候 坏了我的设计图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瑶 你现在重要的是治病 这比赛以后都会有的 你以后再参加也不吃啊 沈兰 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呢 芸汐 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 让你能专心治病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 理解 当初是你说 我会把我和神秘药 视为同仁的 结果还是中途变卦了 为什么你们死亡人 都要这样欺负我 神秘汐 你连你哥哥都敢打 我看你真是疯了 当初 就该把你扔进精神兵医院 就是 不就是张神秘图吧 你干嘛这么小气啊 小气 是啊 我小气 你们都打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话 不服真心的人 就早就会想到暴露 什么神秘不真心 你的真心 我的不 那你们很快就会需要了 我 我 我举报 沈明瑶的设计图 超级调报我的设计图 你说的是刚才那个冠军吗 你确定吗 我当然确定 姐姐 可必因为这样的事情 闹到这种地步 你想要什么给你还不行吗 沈明瑶小姐 您和沈明希小姐的作品 由于太过相似 现在涉嫌抄袭 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 在此之前 本次比赛的结果 将暂且搁置 什么 明瑶不可能抄袭 抄袭的是她 请问 这个调查的结果 需要多久啊 至少一周 并且需要你们在明天 拿着设计过程来进行证明 不过 如果有人现在承认设计 抄袭并弃赛的话 现在就可以出具证明结果 姐姐 只要你愿意放弃比赛 我愿意把奖金全部都给你 你一直是我们沈家最懂事了 这次 你就当是帮沈家 下次比赛的名额 我一定帮你拿到好吗 你们不是说不需要我的真心吗 正好 我需要让你们看看 没有我的真心 沈家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够了姐姐 咱们何必 因为这样的事情 想闹到这种地步呢 我从来就没有要过你们沈家的一脸好 今天我来 只是想证明 不会比任何人差 至于沈家的容量 比我的关 姐 你什么意思啊 明儿都已经做出让步了 你还想要怎么样 就让你承认一个超市 有那么难吗 这个家里 你还没有想要是 我现在没有想要是 你儿子 我现在 去 我现在 你还要是 你是想让我们沈家的脸都幽黄吗 因为沈家里的人从来都不是我 只是你 我只是在为自己讨回公道而已 灵溪 你冷静一点 你别一起用事了 姐姐你不要这样 我们一家人 特别因为这样的事情 反目成仇呢 一家人 你们才是一家人 我只是一个外人而已 还有 设计图的事情 我不会放弃 你们死机 这个不知好歹风 他以为他是谁 明阳 明天你就带着你的设计过程 来证明你的气愿 妈这样不太好吧 你人在生病 你自己探了我白血病而已 明阳你就是太善良了 他连你的设计图都抢了 你还怪你他干嘛 哪有什么设计过程 要是被查书抄袭 我的前途就全毁了 娘 你放心吧 阿赫大哥一定会帮你的 对啊 咱们沈家多的是愿意效劳的人 安排几个人 还是轻轻松松的 你好 我来上交我的设计过程图 你这是干什么 沈小姐 我不想干什么 不过有人不想让你赢得这次比赛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得罪了谁你自己不清楚吗 啊 你要是想参加这场比赛 你就必须重新教育本设计的 不然 就只能取消你的资计 谁让人果然对我去 你这种手段没用的出力 哎 闪开 你故意拦着出口不让我进 我就是不敢让我进去 我指望本次比赛 有人故意抄袭 还有人故意存好的参加 都比赛 击出任务不怕参加比赛 你们到底有人管不管 你给我 你别跟我胡说 虎虎 怎么回事 主管 你就是这里的主管 你们的工作人员 不许损害我的作品 你们还管不管了 主管 这是自己撕的 陈小姐 根据你这份设计图上的细节 和独特风格 我可以确定你是这份设计图的 原创者 那就行 不过 你们的工作人员 随意撕毁我的作品 还不敢让我证明 你们怎么处置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件事情 我 获奖冠军的产品 我们会免费帮您设计成前景 陈小姐 你愿意把自己设计的珠宝 放在我们拍卖行拍卖吗 当然愿意 不过 我希望你们先不要公布我是冠军 并且给沈家也送一份邀请函 总裁好 爸爸 那个设计图还没审查完 现在说会不会不太好 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不是已经派人去阻拦审明星了吗 我宣布 今日起 敏瑶将是我们沈氏集团的首席 设设设计师 恭喜小姐 您真是太厉害了 居然在全球珠宝设计大赛中 设计出了那么棒的作品 是啊 明晓小姐 这是我们沈氏之光 这是前途无量啊 谢谢大家 我以后一定会继续努力 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妈 怎么了 我们派去的人做错了事被辞退了 真是 算了 没事 反正设计图都是你画的 不管他们怎么审 你一定是冠军 鱼鱼鱼 活动 明晓 你怎么 哥 帮帮我 帮我阻碍水明晰的人被辞退了 如果他们重新审查设计图 发现我抄袭的话 我们沈氏家肯定得不到投资了 别怕 大哥帮你 至于明熙 再想个办法补偿她吧 正好呢 照个拍卖会 我发来邀请函 拿去和妈 访问一下 沈小姐 您稀有为 不仅能长得漂亮 设计师 你也怎么高 这么样的现 对 听说这次拍卖会 要拍卖珠宝 设计冠军大赛设计的作品 真是太荣幸了 不知道 我们能不能下审市投资呢 当然 我们审市 欢迎大家都来投资 等等 你是说这次拍卖会 拍卖的是设计的珠宝 对呀 这次拍卖会的名单上 不是写着吗 您在设计师大赛上的 珠宝会在我自己拍卖的 那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就是刚刚 有点太惊讶了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宁瑶 你就别谦虚了 你的设计作品这么好 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呢 妈 设计的不是 我的设计图 不是还在等审查结果吗 我也是刚知道 但这不是好事吗 你的设计 能让大家认可 还能为审市 发来投资 沈无锡 她怎么也在这 难道这次赌宝大赛 也邀请她了 她怎么还有脸过来 难道 又是为了朋友 你们拍卖会怎么回事 怎么连抄袭的人都能请进来 还不赶紧让她走 沈家小姐是贵客 我可千万不能得罪 好的 柏田周小姐 您不能参加这次的拍卖会 请您立即立开 柏田周小姐 您不能参加这次的拍卖会 请您立即立开 我为什么不能参加拍卖会 我是说到邀请韩才来的 我们也是刚刚接到通知 您不能参加这次的拍卖会 可是我有邀请韩 请你们在河神赛 麻烦了 沈明熙 这些负责人说贵客叫沈明 什么来着 难道不叫沈明呀 抱歉 那我们去核实一下 沈明熙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还不赶紧走 刘夫人 我记得我们已经毫无关系 你凭什么命令 你叫我什么 白眼的 枉费我羊群这么大 你就这么叫我 妈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姐姐就是来这间市民 沈明熙 你别猫护浩子家 我设计的珠宝要被开卖 当然要被鬼人到场 你胡说明明是我设计的珠宝 是吗 那真是你设置的 为什么连作品被拍卖 都没有收到消息 胡说 我收到消息了 明熙别跟他废话了 到底是谁的 等工作人员一会过来 不就知道了 刘夫人 我已经核实过了 这次拍卖的珠宝 是沈明熙设计的作品 沈明熙设计的珠宝 原来这次拍卖的珠宝 是沈明熙设计的 不是沈明熙的 我还以为 是首席设计 是沈明熙的作品呢 原来是初期的 这么说 这次全球设计比赛的冠军是 沈明熙 我可是沈氏集团的首席设计师 怎么可能抄袭 对 一定是沈明熙 在沈家通了评调的作品 才会被误人为是你的作品 我沈明熙从来不做偷筋梗梗梗梗梗 更不会抄袭别人的作品 既然原来是沈天 而是这么奇怪 那我们就现场比一米 我为什么要和你比啊 既然你这么确定 失误 抄袭了你的作品 那你为什么要怕跟我比 如果我赢了 自然能证明我的真正 如果你赢了 我立即离开这个拍卖会 主播再来 明瑶 别害怕 妈妈相信你 你现在就画一张 让她彻底死心 妈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不适合比赛 我们回去吧 怎么 看了吗 那你就直接承认 是你抄袭我的作品最好 就是 你不兴趣 为什么我赢你 我 明瑶怎么会突然不舒服 难道他才是抄袭的那个人 好比就比 好了 这就是我的设计棚 我的也好了 这设计稿的风格 明显不一样了 沈明希小姐的设计 明显特多了 看细节 沈明希的设计稿 线条合理 构图合理 明显是经过身次熟虑的 而沈明瑶 感觉非常的仓促 明显有很多的错 对呀 看来这次全球设计比赛的冠军 确实是沈明希 而不是沈明瑶 明瑶只是身体不舒服而已 所以他没画好 难道这就能证明 拍卖会的珠宝 是沈明希的吗 我能为明显小姐担保 这次拍卖会的珠宝 确实是他设计的 并且已经被预估至少三亿起拍 三亿 这 这珠宝 真的值这么多钱 当然 沈明希小姐的作品 新领独特 身秀收藏家和珠宝爱好者的喜爱 是我们这次拍卖会的重点 大家快看 设计大赛也发布公告了 本届全球珠宝设计大赛的冠军是 沈明希 本届全球珠宝设计大赛的冠军是 沈明希 你 你别吓我 都是我不好 我错了 明昂 没事 你也是为了沈宝 妈不怪你 母女情深还真是敢当 沈明希 你别走 我为什么不能走 刘夫人 我知道你一直偏爱沈宝爱 但是有些事情 错了就是错了 放弃 我已经证明了 这珠宝就是我设计的 难道你们还想不认识 明昭潮汐你的设计 是他一时回 但是你设计的珠宝 价值三个亿 难道不该拿出来给沈家吗 既然你心里只有沈明 要一个女儿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姐姐 就算以前妈妈对你不好 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妈妈 你就不能为她想想吗 她从来没为我着想过 我为什么要为她想 沈明希 你也是留着我们沈家的心 你就眼睁着看着沈家衰败吗 你别忘了 你可是我养大了 你算我现在让你去死 你也得乖乖的听话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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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个你 气死我了 妈 这不是刚刚沈明西上的纸吗 怎么会有血啊 怎么会有血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医生怎么样了 还没事了吧 什么没事 难道你不知道病人并不能脱 现在病人病因恶化 已经是最后能进行手术的时间了 可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骨髓啊 她就不能再拖一下吗 什么没找到 病人不是早就和沈明姚的骨髓匹配上了吗 迷人并 不可能啊 医生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我怎么可能搞错 迷人妹妹沈明姚的骨髓和她完全匹配 是最佳的治疗方案 不行 我不同意 可是 这是你女儿无论能活下去的机会了 真没有别人了吗 我们可以出钱 多少钱都行 医生 不用说 我放弃治疗 放弃治疗 沈明姬 你疯了吗 我谁都没想到浪费学院了 沈明姬 你不要再逞强了 再等等 一定会有骨髓的 等 等到沈明姚愿意捐骨髓为止吗 你知道了 沈明姬 你别太过分 明姚是你的妹妹 你小的时候害她不够 现在还要逼她拿出骨髓吗 就是因为小时候恋爱错事 你就要考验到我现在吗 一件错事 沈明姬 你怕是忘了你那个出轨的爸爸了吧 当初他卷走我们沈家的钱和那个女人走 不要我们 却只想带走你一个人 我偏要把你留下替他赎罪 妈你 所以 在你眼里 我只是替爸爸赎罪的工具吗 对 没错 他对不起我 对不起沈家 这都是你应得的 好 我明白了 妈 明姬都已经这样了 你为什么还要说这口话啊 妈 我一直知道你偏爱我和哥哥 但是怎么能以为这种原因呢 姐姐她是无辜的 你怎么能把爸爸的错放在姐姐身上呢 你们两个知道什么 他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他最爱的女人好过 夫人 我都不免得你 要定着家人是职业的珠宝啊 明杨 这次的大客户愿意在咱们审市 定制价值十亿的珠宝 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好好表现 让大家都看看你的实力 妈 那客户是奔着姐姐的冠军名头来的 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 审明希她算什么 你可是冠军的妹妹 只要你能设计出价值十亿的珠宝 抄袭的事情就不够有人再相信了 明杨 你就当帮帮沈家吧 好 白夫人 珠宝设计已经完成了 您看看您还满意吗 什么叫完成了 你给我看的那些设计图 根本就不是审明希的风格 我要的是她的设计 您再随便找人画图糊弄我吗 白夫人 您听我解释 够了 没有沈明希的设计 这十亿我就收回来 你们审视等着付违约金吧 夫人您别担心 沈明希她是我的女儿 我一定会让她为您设计出满意的珠宝 妈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既然指定让沈明希设计 那你就去找她要一副 谁让她当初害你早产 什么 这样不太好吧 姐姐都已经咳吐血了 怎么不能这样逼她 明瑶 妈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为了你的哥哥 为了我们的审视不备比下去 难道你还不理解妈妈的苦衷吗 好 那我去 我是想说 你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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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喝 好不好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放开 你是谁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想请你喝杯酒吗 不要敬酒不吃吃发酒 姐姐 走走走 救救我 姐姐果然会管我 现在没人救得了你喽 快快的跟我走吧 姐姐 那您不管什么原因 我害你保产 这次 我们了清了 女友 你这是怎么了 妈妈让我去找姐姐要设计图 但是姐姐却救了我 我现在真的好愧疚啊 那既然我们都有错 不如 我们现在就去补偿她 好 云熙好像对哪家店都不感兴趣 我们该怎么补偿她呢 这还不简单 她喜欢什么就给她买什么好了 但是实在不行的话 就直接给她填 她喜欢什么就自己买 我觉得可以啊 快快快快 这位小姐 快来看看我们的新款小事 这些都非常适合你 为你看一下我们这里全球限量款包包 只有这里才能摆得到 还有我们的限量版鞋子 全球只有十双 你要是喜欢 我可以直接为你预留一双 这是什么意思 您别误会 我们只是觉得您气质非凡 这些手术都非常适合你 你可以随便挑 我们做活动 可以送给您的 你在送我 看来我的办法奏效了 姐姐啊 现在一定很开心 不用了 谢谢 你看看吧 你再看看吧 你是 恭喜这位小姐 你是入过我当门店 第999名客人 恭喜你获得100万奖金 等等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 绝对没错 我们店有严格的记录制度 您就是路过的第999名客人 奖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领取 小姐 你帮忙忙吧 这是我们老总特意定的活动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我的工作挺难做的 我知道了 谢谢 太好了 就知道姐姐 肯定会原谅我们的 我就知道是你们 非常有意思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女婿 我们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想补偿你 我说了 我已经和你们了解 我不需要你们任何的补偿 东西你拿走 什么都不需要 哎姐姐你等一下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没有这个意思 但我有 我不需要你们任何的补偿和施舍 请你们以后 不要再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也许 需要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我们的什么 实际行动 我知道该准备什么了 可以让姐原谅我们 大哥 姐姐还没出门吧 没有 但她现在 还是不想见我们 没关系 等我过去 我们一起进去 给姐姐送礼物 你确定这样 真的能让明希 回心转意 当然了 只要我们给姐姐 从小到大 一直想要的东西 姐姐肯定愿意 接受我们的补偿 等她看到我们的真心 也一定会愿意 回到神家的 那行 大小姐好 姐姐 终于出来了 这些都是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是为了 表示之前 对你抄袭的歉意 还有 你救我的礼物 明希 大哥呢 也给你把楼下的 珠宝店租下来 以后 你想怎么设计 就怎么设计 你们不用给他 明希 你必须收下 这些都是我今天 精心为你挑选的 就是明希 你就收下吧 我和明杨呢 也反省到我们的错误了 以后 我们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你说过了 我不需要 别打路 明希 那至少 我们一起吃一顿饭 就一顿饭可以吗 妈 明希 沈明希 你不是要和我们沈家断绝关系吗 还真是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啊 你确定 是我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不是你 难道是我 表面上什么都无恙 结果 还不是缠着明瑶跟沈兰 妈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我和大哥 是想对姐姐好 妈 是我们查证明希 你们两个知道什么 沈明希打什么如意断盘 难道我不知道吗 她就借着你们两个 重回沈家的小福 沈夫人多虑了 你放心 沈家的一生一好 我都不明白 行走 放肆 大没小 沈来把他给我抓回来 妈 你闹够了没有 我闹 她跟她爸害了我们沈家 还半天见不得我们沈家 我说几句都不行了吗 明希也是受害者 她和我和梅姚一样 从小就失去了所爱 还要一直背负着父亲的罪念 你对她这么苛刻 这根本就不公平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要怪 就怪她命不好 怪你狠人 只想带她走 你不是我们家 对沈明希最好的吗 你现在怎么比我还要愧疚 你就别胡思乱想 解铃还需系铃人 看来 我们要从根源调查起 又出什么事了 白夫人准备取消11月3了 但不然要不 民主许遇到 明希小姐 好吗 沈明希 你满意了 沈是因为你损失惨重 你必须想办法补救 沈是因为我损失惨重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参加过审视的任何合作 只要你肯帮忙 我同意你回来审视 甚至可以带你去国外找专家治病 刘夫人们不这样了 我根本不稀罕回审视 我一早就放弃治疗 我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 你以为我愿意让你回来吗 如果不是为了审视 你以为我会过来找你 那就请刘夫人另请高明 我不分配 你 小心 不吗不吗 我现在就要你给我拿 好啊 妈妈 妈妈 我的孩子 沈米奇 你还要再害死我吗 沈米奇 你别找他 快去 沈米奇 沈米奇 永远 我以为她要像当年嫉妒明杨 害她早产一样 想要害死我 妈 其实当年害你摔倒 导致明杨早产的人 不是明熙 是我 明熙 妈妈平时最疼你了 肯定会愿意的 就帮帮我吧 可是 妈妈现在肚子里有妹妹 要不还是得用我回来吧 用人至于都还在外面呢 没关系 只要你坚持 妈妈肯定会帮你拿的 妈妈 你说什么 当年 是我所有明熙去找你 才害你摔倒出事的 其实这么多年 我一直很愧疚 但是我怕你生气 我更怕你像对明熙那样一样对我 所以我才没敢跟你说这一切 所以 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我在错怪明熙 对不起我错了 其实明熙她根本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是我害了她 你怎么能完了我那么多年 妈 我已经知道错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弥补明熙不是吗 这是什么 这是餐厅之后 我去找了爸 爸给留给我了一段 当年的录音 你去找他了 谁允许你去找他的 沈兰 难道你也要像他一样背叛沈家 当个佩尔郎吗 妈 你冷静一点 有什么事 听完录音再说行吗 灵熙 妈妈不喜欢你 爸爸现在要和妈妈离婚了 你就跟爸爸走 好吗 不 爸爸已经伤害了妈妈 我不能再走了 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的 原来 原来明熙她 妈 明熙她 其实明熙她 比我和明瑶 都更爱 明熙 当年她根本就没想过要离开 也根本没有害过明瑶 她那么小 就承受了那么多真的 我可以彻底全部 这是 很好的 你 我应该让你 想修理 我 想修理 不可以 你 怎么 这个 科学 梁 刷 我 我 你 我 你 民體教授說 這不順利物 就當把你的養殖人 李希 你怎麼樣還好嗎 以前都是媽媽不好 媽媽錯怪了 劉夫人 你這次像玉琳又說了什麼 設計圖我已經滿足你了 也沒有別的給我 我 我不要這些 我只求你能給我一次機會 來彌補以前對你的虧欠 彌補 虧欠 你覺得這些還有無理 不過 還真有件事情需要你幫我 真的嗎 什麼事 那件事就是 以後離我遠一點 永遠都不要出現在我的世界裡 可是民心 你是我女兒 是我親生的女兒啊 我們怎麼可能分開呢 那你還想讓我怎麼樣 繼續回到神經 過以前的那種生活 民心 媽媽絕對不會讓你再不再委屈了 求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讓我們重新開始 好嗎 重新開始 你們還有可能嗎 一直以來 你對我的冷漠和傷害 我現在 早就已經失去我的機會 現在 我只希望你能尊重我的選擇 不要再來扒告你 虞欠 我錯了 我真的知道錯了 可是我不能失去 你知不知道 我求求你給我一個機會吧 好 既然這樣 那我就給你一個機會 這一次 這一次 我一定會好好表現 就讓媽媽再愛你一次 民心 這些都是媽媽親自準備的 嚐嚐吧 是啊姐姐 我看她做飯可好吃嗎 這麼多年來 你們一個人都不知道 我也還幸福 咦 米溪 對不起 媽媽忘了 這個也很好吃的 你嚐嚐這個 劉夫人 這些全都是舍命 也要愛吃的 你還記得我愛吃什麼 你喜歡 不知道也沒關係 反正這十多年來 你們沒有一天是真正的關係 姐姐 這件事我們以後再說 現在先吃飯吧 不用了 你們還是自己吃吧 我無福銷售 姐姐 這些 都是 明溪不能吃的 媽 我們還是按照明溪的喜好來吧 你這樣是不會有效果 我知道了 媽 你別這樣 姐姐只是還沒有適應呢 現在 這些天 我做了很多事 能想的辦法都想 可是她 還是不原諒我 我 明溪從小到大 受到了那麼多傷害 不肯原諒也是正常 媽 你一定要有點耐心 是啊 我們要多做一點 讓姐姐開心的事情 我們 給明溪準備一個驚喜吧 可是 可是我們不知道明溪 喜歡什麼 照顧 我們找 我們找 和明溪關係好多用人問問 可以 或許他們更了解 姐姐喜歡什麼 那快把人叫來 黃媽 黃媽 黃媽過來一下 少爺 小姐 夫人 你們找我有什麼事嗎 黃媽 你在省家這麼多年 可以跟我們講一講 靈溪小時候的事嗎 夫人 您真的要了解大小姐 黃媽你快說 大小姐 她一直都很努力 想得到夫人您的光顧 為您 學了做飯 上學 努力表現 學設計更是拼命 但是您 總是更偏愛明溪小姐 所以每個生日 她都是自己過的 自己過 難道 我從來都沒有給她 準備過生日宴嗎 沒有 夫人 您沒給她過過一個生日 每次 都是您給明溪小姐 辦生日宴會的時候 大小姐就把自己 關在房間裡 給出來 這幾年 雖然她表面上不說 但內心一定很受傷 都怪我 都是我的錯 是我一直都沒有關注她的感受 才會讓她變成今天這樣 那我們 我們給明溪準備一個生日宴吧 我們現在就去接明溪回來吧 好 是神明溪小姐的家屬房 病人現在見的請求婦 請盡快趕回醫院 神明已經盡力了 請請我們做好心理準備吧 我 我不要做心理準備 医生 你救救她 她是我女儿 不难失陪她 医生 求求你了 你就救救我姐姐吧 她还这么年轻 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呢 医生 我求你了 你再试试吧 守住朋友 我愿意全部承担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病人的情况现在非常危急 我们也希望有奇迹发生 但现实很惨 李希 妈妈对不起 妈妈已经让人 请了全国最好的医生 来给你做检查 你能不能再坚持一下 好不好 你一定会好起来 姐姐 你一定要挺住 我们都在这陪着你 芸汐 以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你都得勇敢面对 这次 我相信你一定能战胜病魔 回到我们身边 道歉刘夫人 总教姐确实已经错过了最后的手术的时间 你们好好排下最后这一段时间 我 你们一定在骗我 当初告诉我还是有时间的 怎么就错过了 刘夫人 现在我们只能用一些延缓病情的药 但这并不能改变她的身体状况 接下来的时间可能真的不多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姐姐生前吃了那么多苦 上天就一点钱都不给她 林药 我们接受现实了 我们应该让宁夕在最后的时间里 过得快乐 舒适 不留遗憾 灵溪 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吗 我们都可以帮你完成 可以带我去设计室吗 当然了 我给你准备了新的设计室 现在又带你去 走 灵溪 这是我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布置的设计室 以后就是你的专属了 你可以在这里安心的休息 做你喜欢的事情 可以把图纸和笔给我拿过来 好啊 我现在去拿 灵溪 对不起 我 没关系 我已经原谅你了 灵溪 这 你真的就这么原谅我的吗 是啊 我们不是兄妹吗 怎么会有隔夜床呢 灵妖 来 我教你画设计图吧 好 姐姐 你要教我画设计图 是啊 你的梦想 不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吗 我希望能教你一些东西 帮你实现梦想 姐姐 谢谢你 这里 再长一点 灵溪 你还好吗 妈妈 哥哥 还有妹妹 之前为你准备了许多礼物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吗 好啊 也许去吧 来 明溪 往年你的生日 妈妈都缺了心 对不起 妈妈折了许多金纸贺 为你启迪 你一定会没事的 明溪 这些呢 都是为你补上的这些年的生日礼物 这可全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 妈 是不是我现在说什么 你们都会答应 当然 但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分开走 再终点相遇 但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分开走 再终点相遇 不行 你现在还在生病 生病不能没有人照顾 没关系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只是想趁这个机会 去看看大海 放松放松 你们觉得呢 明溪啊 我们知道你很想出去走走 但是 妈 明瑶 既然明溪已经决定了 那我们就尊重她的意见吧 毕竟保持好心情 对身体好不是吗 好吧 明溪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 好 有车吧 有车吧 有眼泛扬 这梦缠绕 刚现在 浮世终着 妈 明溪应该快到了 我们先在这儿等她吧 希望姐姐能一路平安才好 放心吧 你姐姐一定会平安午市的 我们就在这里等她 她一定会跟来跟咱们团聚的 妈 大哥 姐姐的电话还是打不通 走 我们去找她 哎妈 现在太晚了 要不 我们还是在等等她吧 这 这要是错过就不好了 是啊妈 我们先在这儿休息一晚 我们今天去找姐姐也不吃 好吧 明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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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你没事吧 突然梦了 我梦见 我们把明溪 困在你里 然后就走了 是她孤零零的一个人 你们说 明溪是不是出事了 妈 你别担心 你做噩梦了 我这给明夕打电话 她也不接 也不知道 她的病是不是恶化了 倒是我的 我不配做一个妈妈 明夕 明夕是你吗 你现在在哪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我们马上过去接你 姐姐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你的 明夕 你到了终点了吗 我们来接你 是沈小姐父母吗 沈小姐让我给你们传话 她留意些东西给你 这不是真的 她明明 她明明说好要在终点相见 刘夫人沈小姐沈先生 这是 明夕小姐让我交给你们的设计稿 可以在审时遭遇危机的时候使用 明夕 她的最后一个 在拧着我们身家 这是明夕小姐生平主说要交给你们 从她出生起 是人家为她花过的所有的钱 什么意思 她为什么要把花过所有的钱还给我 姐姐不是原谅我们了吗 小姐说了她已经原来的大哥 也就会里面上她身体毒 省下给她的命 省下的钱 她已经成功罚名了 按照姨处 谷歌已经洒入大汗 跟你们有便宜 永不相见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妈妈 我一定是 我一直都在渟 谢谢大家